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三集啦 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會做幾集 反正我們知道我們把房間整理乾淨就對了 那我們上一集已經列出一大堆的器材單 那我們看看今天還會再列出多少東西呢 那我們今天目標就是把那一個角落 那一個角落主要是放電池啊 像是LP16空拍機電池 還有上面那一個櫃子就是放一些比較我喜歡的攝影器材的外包裝 那我們都會保留在上面那邊 那我們就稍微整理一下 目前上面的櫃子是蠻乾淨的啦 就稍微再整理一下讓它變得更整齊 打開不會嚇到的概念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有5盒從櫃子裡面拿出來的東西 各種電池跟充電器 電池跟充電器 還有更多的電池跟充電器 OK那我們現在Dyson的那一個位置 原本有很多很多的電池 我們把全部的電池跟很多很多的充電器 全部都搬走 然後就把它徹底清乾淨 那我們待會就要來清點一下有什麼器材 那櫃子裡面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收納盒 就放各種不同的東西在裡面 那我待會想說 我們來稍微整理一下 讓它看要怎麼擺會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 因為有一些像是 像是什麼工具之類的 可能一個月才用一次 那我就不需要把它放到 最上面 最容易拿到的地方 沒關係 我們待會再來看看 我們先來列一下我們的器材單 OK 我們的器材單完成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 稍微少了一些是 就是電池跟充電器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上面就是 我的產品外包裝的部分 我想說 它看起來還蠻OK的 我們就稍微換一些位置 然後我們就讓它保持在上面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把所有的東西 電池啊 然後我們剛剛的櫃子裡面的小收納盒啊 反正我們要想辦法再把它丟回去 剛剛那邊的地方都整理好了 那我們就順便整理一下我們桌子抽屜的部分 跟我們桌上的東西 就電腦桌的部分啦 你看 超多的膠帶 我都沒有發覺 我有這麼多的大力膠帶 你看 有這種比較不黏的大力膠帶 然後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用3M這種 超級無力黏的大力膠帶 就拿來黏什麼電線啊 就是一小片就夠了 不用像這個整條電線這樣子黏 這樣就是黏一點點 甚至可以黏燈之類的 或者黏一些電池啊 比較重的東西 這都可以辦到 你看 超多膠帶 這就是攝影師的房間啦 就很多很神奇的東西 那這個位置裡面我找出超多便條紙 真的那麼多便條紙 沒什麼 重點是我有這些神奇的相機便條紙 你誰會有Canon跟Sigma相機的便條紙呢 就當然只有攝影師會擁有啦 你看 還有Sigma感光元件的便條紙 這次真的是超級稀有 這都是參加活動才會擁有的 就會知道我是一個熱血的攝影師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趕快清理 趕快把東西塞回去吧 OK 我們從整個櫃子的上面開始分享 我們上面呢就是全部都是目前還有在使用的 像攝影器材啊 耳機啊 鏡頭之類的 所有的東西都在這裡 那我就不動它 因為看起來還滿乾淨的 效果也還滿讚的 就是很多的盒子這樣子 那下面這邊呢 原本是有一個隔層的 我就把它抽掉 然後把所有我有的 無印良品的漂亮的盒子 我就把所有的東西分成 那像這邊的是 一個併壓器我就放一層 一個併壓器我就放一層 就把它整理 分類乾淨 然後就有一些文具啊 工具之類的 好 那我們電池區呢 我已經建立了啦 就是我們的電池擺整齊 然後我們的電線呢 嗯 我不太知道 要怎麼把它用好 因為就真的是線很多 充電器也很多 這邊也是 就是我盡可能的把它用整齊 就是線走該走的位置 但是每一條線的粗啊 然後長度也不太一樣 軟硬程度也不太一樣 很難去把它整理 或者是藏起來 我也不知道 目前這個是最好的方法了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充電器 也把它放在這裡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小角落 就是有電池的充電器啊 有手機啊 然後有一些電腦 一些的配件 網路的充電器 也有 就是供應器也都在這邊 目前看起來是 就是整體是看起來有一點亂 但是我已經建立了就 只能把它正可能靠邊 因為我們平常是這樣子 是看不太到的 好 然後這邊就是 原本是有一個大櫃子 我們就把它拿掉 把我們的書 跟一些本子就放在那邊 行動電源跟吹球 OK來到我們的抽屜部分 那我們的抽屜部分呢 就全部的膠帶 盡可能靠邊靠邊 然後有膠帶啊 紙膠帶啊 各種雙面膠帶啊 泡棉膠帶啊 還有神奇的膠台 還有我們的各種3EM的膠 還有更多的膠 都在這邊 然後這裡是 就是生活用品區 像是護唇膏 梳子啊 然後把我們原本放在旁邊的衛生紙 塞到抽屜裡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用品 好 下一個櫃子呢 這裡就有我們的便條紙 就是忽然有一個想法 我們就可以把點子寫出來 方便使用了 然後有我們的鏡頭啊 然後擦拭鏡頭 相機的工具 然後還有我們的 鍵盤 跟我們的手繪板 還有我們的MIDI鍵盤 都在這邊 OK 那我們今天的清潔 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右手邊 這邊的電池跟充電器 都給它整理好 那還有多了兩個抽屜 給它整理好 那我們的桌面呢 那就要再改天 因為現在也快要12點了 我該去睡覺了